在今天继续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之前 我首先要在这里多谢一下六成社区的一帮网友 特别是美美少、古仔狂等几位 你们在网站上面对我演播这部故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在下真的不声感激 不过现在因为工作的时间实在太过繁忙 再加上我打字也的确比较慢 所以一时间也没有时间继续在网站上面和大家交流 所以也只能够在这个空中对大家的台外表示多谢 同时也希望能够继续听到大家的意见 以便使自己不断警醒 能够更用心地将这部故事讲好 好了,闲话讲过,言归正传 我们继续读先这部故事 昨天我们讲到 陆雪奇和张小凡的这场比试 真的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 本来很多人都以为 由七墨汇武开始 成为众人焦点的陆雪奇 凭击着那把从来未出笑的天爷神兵 应该不用很久就将靠运气才打入最后四强的张小凡打败 对了,谁知道两人交手之后 大家才突然间发觉 原来这把天爷神兵 对着那支又难看,又平凡的烧火棍 居然只是打了个旗鼓相当 虽然后来,陆雪奇大展先威 天爷在他操控之下 蓝光就越来越盛 威势越来越大 哎,漸漸将烧火棍的青光黑气压了下去 张小凡就不敢猛苦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 陆雪奇的心头都非常吃惊 因为对方那支奇貌不扬的烧火棍 居有与天爷相抗衡的灵灵 那又不再说 而且隐隐约约 这支烧火棍棍头圆珠发出的青光里头 还有一种吸拙的力量 无时无刻地 不是吸引着自己体内的灵力精血 如果不是,陆雪奇天之聪明 根基紧固 恐怕首先是眼不落自己体内翻腾的热血 自己全身体内的精血 就会在沸腾翻滚之中 在自己的产笑那里流出来 然后欢呼着 向着那段青光就冲过去 所以陆雪奇终于全力出手 他运起自己太极原清道 欲清境第八层的功力 然后将天爷神剑的灵力也全部吹发 使得那把天爷神剑 幻化成一道 可以斩山砍海的巨大光柱 在半空中 向着张小凡当头打下去 看这个气势 似乎不单要将张小凡劈得粉碎 简直要将青云山脉劈成两半一样 当陆雪奇手上 举着那把天爷神剑 发出一个巨大光柱 向着张小凡劈过来的时候 虽然光柱还没劈到 但那个压力 已经压到张小凡面孔扭曲 五官七竅 好像眨眼之间全部流出鲜血 但是看他神色之间 居然没有丝毫畏惧 木光炳炳 突然间一伸手 将半空中的小火锅重新抓住 杀石之间 漫天清光黑气 就好像掌握他手中一样 向着冲下来的蓝色光柱直迎上去 在外围看着这一战的清云年轻弟子 看见这样的情景 都不敢平住呼吸 硬得直 这个时候 再没有一个人 对张小凡有任何的轻滅轻视之意 而老一辈的长老 也都纷纷站起身 人人的面色大变 大家都估不到 这一场比试 已经变成了生死之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人出来制止 只能得 砰 好像在天上响了个惊雷一样 好像整座统天风都剧烈地战斗了一下 蓝色光柱 跟清光黑气撞过之后 那道南光刀舍而会 本来在南光包裹之下的陆书旗 重新吹赢了天制 一手就抓住他把天爷神剑 但是他的嘴角已经流出了一丝鲜血 台下的水月大师看得清楚明白 他十一声站起身 紧紧地盯着自己的弟子 而另一边 张小凡的巨响过后 整个人 只剩好像听到狂风呼啸的声音 眼前一片模糊 只见到 红红红 原来 他五半七笑 也一起流着鲜血 印红的鲜血 几乎遮住了他对眼 如果这个时候 他还听到声音的话 他就会听到 在自己的下方 大竹风 整班人一起声惊呼 苏鱼嘴唇都没了血色 看着在半空中 几乎变得一个血人的徒弟仔 他很急速 就小小的对田不二说 不二啊 你要小凡认输了 你快点要他认输了 田不二整身震一震 他死死地盯着半空之中 慢慢地 摇着摇头 在这个顺色万变的半空中 张小凡在这瞬间 居然感觉不到痛 他心里面 即是突然间 闪到一个这样的念头 如果我死了 师姐他会不会来看我呢 过了很多年之后 当他过着幸福日子的时候 他会不会忘记了我呢 当他伸手慢一慢 面上去看 血 和泥水的时候 他才感觉到全身像浸鸡一样痛 而这个时候 在半空中 看上去 还是太然自弱的绿雪旗 其实也是浸身剧痛 他体内的气血 在剧烈的震动之下 已经在精脈里面到处冲突 好像是要破体而出 宽敲敲着冲向前面 恐怖清光黑 那方已经变成了 已经变成了血人的张小凤 他手里面 雪旗反手 拔出了天 天爷 终于坐 此见 绿雪旗 手握剑拳 面如寒霜 居然在半空中 圆空的状态之下 脚踏七星方位 凌空连行了七步 七星光步 然后 长剑指天 他发现 杀石之间 再无一丝一毫的血色 只听得他细细声念动咒语 九天玄山 花为身内 黄黄天威 以剑人之 四句咒语一念念完 斩眼之间 本来情空万里的清天 忽然间就黑了下来 然后 在绿雪旗那把天爷神剑指着的方向 半空之中 飞行 乌云翻滚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船窝 而且 在这个船窝里面 乌云不断翻涌 雷声隆隆 电光闪闪 一片肃杀 狂风大灼 在地面上面 由杜源真人开始 到国密的守座长老 人人面上都露出非常惊骇的神色 一起站起 轻转头 看着小竹风的水月大师 田不易不断 好 你教出的好徒弟 居然在那么轻的年纪 就可以使用神兼于雷真诀 所以大师没理到大家 他一向冷漠的面上 突然间出现了一丝担忧的神色 担高头 只是静静地看着天空中自己徒弟的身影 杜源真人看着他 心头都不敢大为震动 他想不到 在青云门下的年轻一辈之中 居然有这么了不起的人才 只不过 看这个女弟子的面色 虽然可以勉强施展这个丐世的道术 但是身形战斗 面白如子 只怕力不从心 这道神剑御雷真诀 那是青云门 道家先法之中的无上其讯 他是通过咒语和道法 将雷电的威力引发到自己身上 再由施术的人 传到他手上所握的神兵利器之上 然后再转变成攻击敌人的电光雷鸣 向对方发射过去 要施展这道高深的道术 不单止是灵力利害的神剑法导 如果是一般的梵铁的话 都不等到 你用这股雷电的力量去攻击敌人 首先是消灭了你把剑 同时 施展这道道术的人 功力的一定也都要是非常之深厚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你一个凡人的驱体 要引发天地雷电的力量 通过自己的身体 转去那把神兵利器手上 你自己是要承受几大的压力呢 如果功力不够 掌握不到这股力量 和这股天地智慧的雷电大力 传到你身上的时候 可能已经先将你消死了 本来 天爷神剑这把盖世神兵 就很巧要来施展 神剑玉雷争缺 但是 同天爷相比 陆雪奇本人的道法修行 他是依然不足 现在 他只在天制的乌云之中 无穷的巨力 汹涌澎湃 好像路途破案一样 向他身体里面擠涌来 虽然他全身上下 外人看上来 没什么变化 但是其实 他体内血气翻腾 几乎要被这股巨大的力量 将自己整个人 撑烂 扯裂一样 如果不是天爷神剑 不断地吸走这股 汇聚而来的 汹涌巨大的力量 陆雪奇恐怕早就支撑不住了 忽然之间 他想起了自己师父水月大师 传授他这路法术的时候 说的说话 雪奇 你的知质 是我生平紧健最好的 但是 这路神剑玉雷真决的威力 实在太大 所以他反识的威力 更加倍不可当 你收到的日子 还是很浅 虽然勉强 可以掌握到这路道术 但是也千万不能够 随意施用 免得有灭顶之灾 咚 一声雷响 几乎就在通天风 当头炸响一样 每个人都感到自己脚下的泥土 轻轻震一震 好像上古雷神 被人打扰了他的睡眠 所以弄得到狂尸怒考一样 张小凡看到这样的阵势 他知道一旦六雪奇司法完成 那道狂雷急电打下来 恐怕自己灰飞烟灭 所以他不禁握着烟火棍 看一声说 去 一声 清光客气翻腾的烟火棍 就带着他 好像一支箭 向着六雪奇 直撞过去 因为这个时候 张小凡也看出来了 在六雪奇施展到法术的时候 他本身 他显得有点虚弱 似乎也空门大路 有很多破绽在处 如果这个时候 在他的法术未施展完成的时候 就冲他打伤他 那么他的法术肯定就不靠 自己也都可以躲过这一劫了 至于能不能够乘机 打败六雪奇呢 他想都没想过 谁知 就在张小凡冲到来 六雪奇之间两仗转的时候 突然间他全身一紧 整个身 好像撞到一面 远远的长感 当堂停了下来 再也走不前了 张小凡杀时之间 面如死灰 原来神剑雨雷真决 那是清云门的镇山奇术之一 他是多么神妙 在司法的时候 通过神兵力气 赞然地 就在司法的人周围 布上了一道无形的护罩 张小凡撞到那面护罩 三时之间 想再走前一步都不行 或者两件法宝的灵力上 张小凡的烧火棍 是一点都没弱过天爷 但是 张小凡只是用本身的灵力 来吹动烧火棍 等他自己发威 而鹿雪旗施展的 他是经过千百年来 清云门的历代祖师 千徐百年的法术 所以张小凡是怎么能跟他相比呢 眼看着张小凡就快来绝望了 天空之中那个巨大的船摩越转越急 雷声电光就越来越急 哎呀 怎算 怎算 你这道绝世的仙法 眼看着又要施展完成了 谁知道在这个时候 鹿雪旗只觉得整身震了震 本来雪白的臉 当堂就张得红了 呃声咬出一大口鲜血 几乎在身前 布成了一道血 没有 鹿雪旗这头的身一阵 那边呢 天爷神剑的神光 也都马上摇摇闹闹 似乎不是那么稳 鹿雪旗见到这样 咬紧銀牙 瞇了眼 将全部的心力灵智 全部都集中在天爷神剑之上 过了一阵 天爷的亮光的逐渐稳定 反而更生从前了 天爷剑 发出燦烂而断目的光辉 就是这阵时 乌云之中一声巨响 咽咽 跟着 无数的电光 在乌云之中 不断地互相纏扰 合成为一道强烈的电流 然后隐隐约约 正是对着鹿雪旗手里面的天爷神剑 但是这个时候 鹿雪旗的心头 他是一阵绝望 他用全力保护着天爷 使他施法的时候 没有出意外 但是这样就再无力 顾及身边其他的事 也都理不到那个护罩 张小凡本来眉上眼等死 现在突然间 在感觉到 鹿雪旗的护罩 他已经变薄了 变得无力了 张小凡马上带起 和烧火棍化成一道清光 画过天制 向着这个在风雨中摇摆的美丽女子 直接冲过去 看着急速向自己冲过来的那支烧火棍 那道清晰的光芒 那道清晰的光芒 鹿雪旗笑一笑 他的心 忽然间平静下来 在这一瞬间 他心头只有淡淡的思想 天地是这么安静的 所有的东西都似乎定在这一树 只有他站在风中 二三飘舞 黑发吹动 他睁开了本来眉上的眼 望着前面 那道侄迟而来的清光 就在这个时间 张小凡 也都看到了这个孤傲而孤独的女子 他看到了这个女子的眼神 在这个天地巨威之前 他的眼神是这么安长 是这么宁静 只顾面色微微有点苍白 但他眼里面 却是带着几分的哀伤 和一些的 警方 这个美丽的女子 就是风雨呼啸当中 和他很安静地 很平静地互相对望 这个眼神 这个眼神 这个眼神是多么相似 他们一样都是这么哀伤 这么凄凉 就好像昨晚 那个自己最心爱的师姐 为情所伤的时候 望着自己一眼 那个眼神是一样 这种眼神吻含的痛苦 深深地击入了张小凡的骨髓 深深地影响着自己的魂魄 你 你的悲伤 是不是为了人家呢 你 你是不是 无论多么艰难 多么痛苦 你都始终要和他在一起呢 你挂着他 你想着他 不停斩钉至铁 一生无悔 张小凡忽然笑 他带着无尽的绝望和悲酸 终于 撞入了 绿雪旗身边的护罩之内 这个时候 烧火棍发出的原清色的光芒 包裹着张小凡 已经撞入了 绿雪旗的那个护罩里面 融入了天爷神剑的光芒当中 所有人 再也看不清那两个人的身影 也都看不到 小火棍在撞入了这个神剑光芒之内的时候 忽然间就这么淡落来 而且 抓住他的那个人 也都忽然间将他垂下 面色 蒼白的就好像死了一样 就是这个时候 天際又传来隆隆的巨响 一道无比巨大的电柱 由天而降落在天爷之上 杀时之间 那道巨大的光柱 在天爷那道折射而出 带着唯天灭地的气势 向着张小凡直冲过去 就是这个紧要的关头 本来已经无声无息的烧火棍 突然騰空而起 当在主人的身前 下一刻 张小凡已经被光芒疼没 很久 很久 天空之中的乌云 渐渐散去 光芒也都渐渐消失 大家定一定地看着天空 看着那个少年 插着那条黑色的烧火棍 忽然间 就好像受尽折磨 遍体沦霜的石头一样 在半空中 直一直地 达了下来 各位 肉之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 为了认识大家 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里面 那些斗法的场面 我们在《解画诸仙》里面 或者《诸仙》字典之中 也都跟大家讲一些 道家法术的 一些基本的诚识 或者道理 这些内容 都是根据一些道家典籍里面 整理出来的 至于是否真的实有 平时 就是典人典智 其实 道家的学术思想 是属于 易经的原始思想的体系 亦都是我们中国原始理论 科学的文化思想 所以其中的一些观念 跟一些现代的科学 又或者西方的理论体系 当然有所不同 就开始对于宇宙的定义 看待道家的 一本代表性的著作 淮南子也曾经提出 上下四方为宇 古往金融为酒 换言之 所谓宇 就是空间和太空的代言史 宙就是时间的代言史 战国时期 另一位道学的名家庄子 就是提出 绿盒这个名称 所谓的绿盒 就是指前后左右 以及上下这个空间 是没有包含时间在内的 而在诸仙这部书内 七墨会墓的奖品 绿盒镜的绿盒 其实也是来源于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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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清云门的镇山绝技之一 他引发了天地之威 用天上的雷电威力 来轰击张小凡 本来以陆雪旗那么轻的年纪 他能够修炼到那么高的境界 可以施展神剑御雷真决 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 但是神剑御雷真决这一项法术 既然称得上清云门的镇山绝技 当然他也要有非常深厚的道行 才可以施展 绿雪旗的天分虽然高 在短短的时间 已经将自己的功力 练到太极原清道 玉清境的第八重境界 但是他修炼的时间不仅短 所以功力还是不够深厚 在他发动了法术之后 当他要将天上的雷电力量 通过自己的身体 灌注在天爷神剑的时候 要将这股力量 完全注入天爷神剑 还要花一段时间 而在施展这儿发述的时候 通过自己手上的法宝 自然而言 就可以在施法者的身边 布落一层无形的护罩 敌人就不能够趁着这段时间 攻击自己 但是由于绿雪旗 道行未够 所以当他要全力 护持天爷神剑的时候 自己身边的护罩 就已经无力巩固 而这个时候 张小凡手握的那只烧火棍 里面的晒血珠 和涉云棒 本身对于天爷的感应 就已经非常敏锐 马上就已经自动感应了这个破绽 张小凡这个时候也都明白 如果一旦绿雪旗司法完成 那些雷电天威直打下来 那自己肯定就要灰飞掀灭了 现在正是自己的唯一机会 这阵时 他和烧火棍 已经是有一种血肉相言 心意相通的感觉 于是 他连同烧火棍 就带着腾腾的清光黑气 向着绿雪旗的护罩里面 直撞下去 绿雪旗很明白 这个时候 一切都要结束 因为在自己司法完成之前 张小凡那只烧火棍 可能就已经打到自己的身上 他已经直撞入了自己的护罩 在那一刻 绿雪旗忽然平静下来 他睁开眼 看着侄冲而至的张小凡 眼里面 不断安长 面色不断蒼白 只是 仿佛仿佛还带着一丝的哀伤 一丝的惊和 你的眼神 跟昨晚自己狮子的眼神 是多么相似 张小凡带着烧火棍 是冲入了绿雪旗 那条护罩之内 被光芒包围之下的时候 他忽然间 整个人停下 带着几分的哀伤和心死 他收回了那条烧火棍 定定的只是望着对方 而这一切 因为张小凡和烧火棍 已经融入了天爷神剑 发出的光芒之中 所以再也没有人 看清那两个人的身影 下一刻 绿雪旗司法完成 在天边 一道毛比巨大的电柱 从天移光 落在天爷身上 跟着这条巨大的光柱 折射而出 带着唯天灭地的气势 冲向张小凡 幸好生死关头 那条本来已经很平静地 躺在张小凡手里的烧火棍 突然一腾身而起 当是主人的身前 但是 被光芒吞没了张小凡 还是啪的声 好像一块石头一样 在半空中 向着地下直弹下去 幸好 在他还没弹到地下的时候 田不义已经好像鬼妹一样 出现在他身前接着了他 田不义的面色非常凝重 他马上出手如风 叫开了已经毫无知觉的张小凡的嘴 在自己怀里面 拿了个瓶子出来 也不管多少 马上将倒出的黄色药卷 直接地倒入张小凡的嘴里面 那些若婉入口即容 田不义一声不出 藤身而起 有一道赤色的光芒 马上就载着他风池电祭地 向着自己的大触风 直奔而去 苏婉和大触风 整班人 也都纷纷跟了上去 这个时候 在半空中 面色苍白的陆雪奇 慢慢落下来 他马上就被狂喜的 一班师姐妹包围了 个个都不断说着 恭喜的说话 但是陆雪奇 他一声不出 担高头 望着天空之中 渐渐消失的那道红色的光芒 望着大触风的方向 不知过了多久 张小凡慢慢睁开了对眼 游和的光线 映入了他的眼帘 原来自己 在大触风那里住的那间屋 他刚刚要脱身 伸手上满满额头的冷汗 但是只觉得心口 肩头 小腹 哇 每处地方都有一处剧痛 就连自己吸一口气 都痛得他面色发白 这个时候 东门开 苏鱼走了进来 张小凡的身 劇烈地动了动 叫一声 师母 你不要动了 小凡 是 弟子不知道 师母你会来的 我 唉 条命都没了一大半 你还有心情记住这件事 不要说那么多了 坐好了 张小凡好不好意识地笑了笑 苏鱼看他把个墨 查探了一番 点一点头 你的外伤都好得差不多了 只不过 体内的经络损伤太重 不安心静养 那是不行的 是 涂耳 真是丢了师父和师娘的架了 对不住 哼 哪个是丢架呢 你呀 和他争了喜 使他有了面就是呀 你三百年来 除了当初你师父自己参加七脈会母 大触风一脈 哪有一个比你更出色的弟子 都是我运气好 怎么也好 现在比试完了 最后是谁拿到状元 是不是那位律师者 不是 是龙首峰的齐浩 张小凡一听 心头不禁一阵宣楚 一听到齐浩的名 忍不住 他就想起 师者那晚说的说话 就算台夫石烂 我都要等他 无论要经历了多少艰难 险阻 我都要跟他在一起 齐师兄真是厉害了 连有天爷的律师者 都拜在他手下 苏如听我这样一说 不知触动了什么心事 叹一口气 插开个话题 说 你这一次 就真是伤得不轻了 我听你师父说 用天爷神剑 施战出神剑 御雷真犬 你一个陋雪旗 真是厉害 他的修行虽然不够 但若不是你那支销 你那件法宝 替你挡了一下 恐怕 就算神仙也无力回天 张小凡听到他的说话 才忽然想起 自己那条很难看的烧火棍 现在在哪里 苏如看到他的样子 说 你那件法宝被你师父拿了去 哦 原来是这样 师父他老人家呢 你昏违了五日五夜 到昨晚伤势才稳定下来 今次一早 通天风的掌门师兄就叫他过去 现在他应该是通天风吧 这个时候 在青云山通天风的浴清殿内 杜元真人居中而坐 其他陋墨的首座 也都坐在旁边 另外 在大殿之上 就再没有其他人了 杜元真人看着 田不易递给他那条 黑色的烧火棍 看了很久很久 他说 田师弟呀 你怎么看呢 田不易沉默之阵就说 张小凡上山的时候 没有这件事 恐怕 是这几年机缘巧合 偶然间得到的宝物吧 苍蟲到人在旁边 马上冷冷的 你这条军 可以和田野神兼相抗 已经属于神兵利器 但是 看云天下间 我都从未听见过 有这样的宝物 田不易面试 沉默上就说 神舟浩土 何等绑阔 可怕 还有很多不细备的奇珍而保 我们 都只不过是井底之话 娃姐 苍蟲到人一听 面上愤怒的神色突然间闪厌 但还未发作 小竹风的水 大师在灰烂烂的 我们当然是井底之话 但是这条黑棍 事发的时候 妖气腾腾 分明是一件邪牌之物 不知道田师兄 为什么又看不出呢 田不易卿一声说 如果发点黑气 就算是妖气录 有点红丝就算是邪蜜 那我擦黑臉 国家是不是 也都要将我当成魔教妖人 忏着他 杜元真人眉头一皱 他说 田师弟 你怎么能够这么说话呢 好地地 说自己是魔教妖人 田不易卿一声 转转头就不再出声 杜元真人叹了一口气 将手里面那条烧火棍 放在手边的茶几上面说 今天请各位前提 就要商议一下 一来 这次策默回眸之中 大竹风的弟子张小凡手里面 多了一条古怪的法宝 虽然来路不明 但是 威力又很大的 二来 当初我们商议派四位弟子 去空桑山的万福故隆那里查探 另外那三位 大家都没意见 唯独这个张小凡 田不易卿越听越火棍 本来 他对张小凡修行突然间突飞猛进 也都觉得有点奇怪 对这条烧火棍也有点疑心 但是 现在在育清殿上 其他人不说 偏偏对自己门下的弟子 朱般挑剔 他怎么会不生气啊 当时面色沉 十一星起身说 掌门师兄 你想怎样啊 导原真人真是真是猜不到 田不易居然有这么大的反应 不敢吓着惊 众人纷纷看着田不易 坐在田不易身边 一向跟他关系都还算不错的 风回风手座曾叔上 马上拉拉他三走 不然 掌门师兄都没说什么 先坐下 导原真人面色微微一寻 他说 田师弟 你不讨不觉得这件事 的确有点古怪的吗 我身为一派的掌门 当然会秉公处理了 你放心好了 田不易淡气 就哪会这么轻易落下来啊 但是看导原真人的面色 又被曾叔上劝多两句 就始终都坐下来 导原真人就说 各位 这条棍子 刚才大家也看过了 表面上是平平无奇 包括田不易都不敢一起沉默 其实 这帮都是一等一的收真高人 又怎会不知道 有这样的疑惑呢 只不过是没人愿意 说出口而已 导原真人看了 导原真人看了众人一眼就说 所以以我来看 这条黑棍 多数是血连之物 虽然 空无一 而且练作的过程是空险之极 一不小心就会被法宝的凶杀 血气反击 死得负不堪然 当然了 如果能够成功 这件法宝是一定威力绝伦 而且还有一样好处 就是这件宝物 和主人血气相连 所以其他人都不可以使用 但是 因为要用鲜血 作为断造的煤介 所以往往就会含有些凶杀之气 导原真人望实田不易 田不易不够面色铁青 他慢慢站起来说 师兄 你讲的或者有道理 但我还要讲 张小凡不过十六岁 他又怎么会懂得这些血连之术呢 而且他上山之后 从来都没下过山 来的时候也身无强物 今天怎么会找这举世难寻的法宝材质呢 苍蟲导人忽然冷冷的 或者他是魔教中人 处心直累安惨在我们青云门下 这么不足为奇 田不易一听就更加发火 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机心 又怎么在策墨汇墓的大事之中 在近千人之前 驱动你这件法宝呢 再说 如果他真的魔教奸细 蒼松师兄 你门下那个林京宇 恐怕也都不是这么干净吧 蒼松导人被人挤中自己的痛处 马上起身就说 你说什么呀 京宇怎么能跟你的笨徒弟相提并论呢 田不易听到这句话 他臉更加一刻 他打斜看着蒼松导人说 是 我那个徒弟很笨 但是听说 他从是入了前四名 我还是不知道 蒼松师兄门下那个叫做林京宇的精誓奇才 他今次的名次排了多少呢 蒼松就说 哼 他运气不好 遇到自己师兄齐好 如果不是 又怎么会进不到前四呢 反正 他就没人运气那么好了 一路之上 要靠人家弃权 或者轮空 才可以尽到及 他远仲在感到大言不惭 田不易大声说 难道他跟陆雪旗的那场比赛都是运气吗 蒼松导人就说 没错 就是因为不是运气 所以他就输了 而且输得多么惨 几乎连条命都没有了 田不易越听越生气 但是 斗口才他一向也不斗得过蒼松导人 不过越斗不过 他心越火滚 他臉都谷得红了 你想怎样 那你就是说 我大竹风的人浪得虚名 那是不是你有试一下我的本事 是不是都是浪得虚名 蒼松导人也毫无退让 拾一声起身说 好 那我就领教田师兄 你的赤狼仙剑 田不易不出声 走车一步 右手握索剑血 哇 杀时之间 大殿之上 空气似乎要凝步一样 放尸 啪 一声响 原来杜源真人一掌 拍在手边的茶几上边 他满面怒容的站起身 你两个是不是当我这个掌门死了 杜源真人担任掌门 已经成三百年 得功望重 虽然平日 为人非常和谓 但现在一发怒 蒼松导人和田不易都感到很震动 马上退回去 小声说 是 掌门 请 请息怒 杜源真人 看看这一帮手座 面上愤怒的神色 漸漸散去 他沉淫就说 田师弟 掌门醒 无论如何都好 这条黑棍来历古怪 如果真是魔教之物 如果真是魔教之物 那么张小凡和魔教有什么牵连 我们就一定要刺茶 而且也不可以容得它下来 你知道吗 是 天师弟 我知道你的心不是那么好过 但这件事事关重大 我们一定要慎重 你先回去 让张小凡病好些了 你就仔细盘问 再带来这一树 我们再行商议 怎样 田碑快面一阵红一阵白 他忽然间 重重地摔一摔 摔了摔头 再也不说好话 另转身就跑了出去 曾叔常看着他的背影 对道原真人说 掌门师兄 田碑二师兄 在大竹风一脈 真是难得出了个人才 但是又搞出这件事 他当然不开心 你千万不要摆心头 道原真人叹一口气 田师弟的遗人 我很清楚 他信得过的 水月师妹 这几日 你门下的女弟子 鹿雪奇 水月看了眼 苍蟲道人就说 多谢师兄关心 雪奇的身体 已经大致恢复 如果不是田碑二师兄门下 出了那个怪人怪宝 那场比试之中 耗尽了雪奇大半的元气 他本来就不会输给其他人 苍蟲面写一变 刚刚要开口 道原真人 马上就说 好了好了 事情都过去了 不要再计较了 一切 等我们问过张小凡 再作定夺了 如果他真的跟魔教有牵连 这样 无论谁都保护不到 那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各位 在今天的故事里面 一帮青云门的手座 对于张小凡那件古怪的法宝 即是这条隐隐含有杀气的烧火棍 非常顾忌 惊着它是血练之物 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顾忌呢 原来这一项 用鲜血练就法宝的法术 相传 是上古时代的魔神 直接流传录来的 自古以来 在魔教的妖人之中 代代相传 只不过 虽然魔教的人 知道有这样的血练法宝的奇术 但是直到现在 都很少听见 说在魔教里面 有什么出名的血练法宝 所以 照这些正派中人推断 可能是这件血练的法术 太过空险 连魔教中人 也都不敢轻易尝试 但是 一个青云门的少年弟子 他没有一件这样的法宝 那他究竟会和魔教有什么关系呢 他又怎么会用这种血练的办法 来练着一件威力这么巨大的法宝呢 如果万一他真是魔教的什么厉害人物 而居然能潜伏在青云门这么久 还学会了青云门的一些修行的办法 哎呀 所以难怪杜员他们这么紧张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张小凡的命运会演变成什么呢 那就请你继续留意 诸先这个故事呢 昨日我们讲到 青云门的掌门导元真人 要田不易回去仔细盘问张小凡 然后等张小凡伤势好一点之后 就要将他带来通天风 又是青云门的角脈手座 一起商议应该怎样处置张小凡 但是显然 如果张小凡被查出和魔教有任何联系 对这个已经学习了青云道法的人 青云门是绝对不会将他留回性命的 这一切 在大竹风上 自己那间房里面 一直休养着的张小凡 是一点都不知道 这几日 由于有苏鱼的吩咐 其他一班的师兄 包括田宁二在内 只是来探过他一次 就没人再来过 其他的时间 就是由杜必书三餐为他送饭 所以张小凡听到门外脚步声响起的时候 就说 哎呀 陆师兄 你今天为什么来得这么早 他怎么都猜不到 跟着推门入来的 居然是他那个矮矮肥肥的师傅田不宜 所以他一见到田不宜的身形出现在门口 马上整个人窄窄窄 然后这样才醒不回 立刻就排身 下床就要向田不宜 行跪拜的大礼 田不宜这个时候 真是心事重重 面色的阴情不定 摆摆手啊 算了 哦 张小凡这样才很紧张地认一声 就站在旁边 他看到田不宜 走过来坐在桌边那里 自己大气都不敢休息一口 田不宜看着他徒弟一眼 哎呀 你看一下这个老臣啊 树头树脑那样 看他啊 怎么都不像是什么深藏不露之人 就更加不会是表面树顿内藏智慧了 我看他啊 比普通人的姿质还要差一点 但是偏偏 哎呀 田不宜领领头 叹了一口气话 老臣啊 过来坐下啦 啊 张小凡听他这么说的吓着惊 因为 自从上山以来 田不宜对自己呢 向来都是呼来渴去 都没什么边句说话有好面色看的 啊 今天 今天居然 对自己这么好的呢 这么和颜领领色又叫自己坐下 张小凡是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 以为自己听错 田不宜见到自己好声好气叫他坐下 哈 他还惊疑不定地看着自己 树成这样都有的 一下子把火又升起上来了 哼 骂他呢 他反而是惊疑了很多 不如也只有遗糊头虎笑 怎样啊 这个身体现在觉得怎样啊 嗯 张小凡公公敬敬地说 惠品师傅 在通天风回来之后 承蒙师傅和师娘救治 还有各位师兄的照料 差不多都好翻了 对了师傅啊 我受伤那么久 都不懂得问人 和我一起在草苗村来的林荆宇呢 他 他这次参加亲密会母怎样呢 哼 那个所谓的奇才 在第三轮的时候 碰到师兄齐好 前八名都入不了 哦 嗯 策密会母过去一个几月 我看你都好得差不多了 有几句说话 现在我要问一下你 张小凡听到他心一沉 他隐隐约约觉得 自己一直担心的事终于来了 但是事到临头 自己是避无可避的 师傅请问啊 你那条黑色短棍 其实是怎么来的呢 嗯 张小凡吓得心头一跳 不由自主地望着田不宜一眼 见到田不宜 也都钉住他 面上的神色虽然很平淡 但是目光迅迅 似乎有神光闪验 居然不怒而威 这一刻 张小凡的心里面 当堂转了千八个念头 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田不宜见到他眼製碌碌碌 唇不出声 不敢面色一沉 路产 你说 张小凡被他一吹 当堂冷汗都飙了 他虽然见识不广 但是 几年前在心谷里面 那粒小血珠 和那条很奇异的黑棒 在激斗之后 居然意外融合的这件事 毕竟太过古怪 而且其中的过程 又这么凶险 那粒小血珠 似乎还可以吸食人体的精犬 平时跟师兄弟聊天的时候 他们都说 正派中人 就绝对不用凶杀之物 如果这件事被田不宜知道了 恐怕后果就不堪切赏 而且在他内心深处 还有一件事 令他更加忌諉 因为他已经知道 那位普治和尚 你是天音子的四大神僧 而他传授给自己的那套口诀 不用说 肯定是佛门很厉害的神功 哎呀 如果被师父知道了 自己学过其他派的神功 那么 在那瞬间 他已经落定决心 无论如何 都不能够说出普遍这件事 至于关于他的一切 也都是一丝一毫 都不能说的 田不宜钉着他 张小凡感觉到田不宜逼人的眼光 马上站起来 一声跪下 哎 师父 说 是 那条黑棒 是几年前 我和师姐一起在后山的深谷里面 我无意中得到的 田不宜逼一逼 但他马上就想起 几年前的确有件这样的事 当时田令仪 说是帮张小凡去做那只猫猫 报复那只猫猫呢 用那些虫膊 拎痛了他的头巷 结果 去到深谷之中 曾经无故云低 苏狱后来查探过 又发现没有什么奇怪的迹象 自己后来也看过那个地方 的确如此 这件事 自己一直都觉得 是一个不戒之迷 不过时间一长 连自己都不记得 现在看来 田令仪之所以云低 恐怕就是那条黑棒作怪 但是 这条黑棒 没有人吹动 就可以令田令仪昏低 那是几这么厉害的凶杀之物 不过张小凡是怎么能够得到 而且还可以驱动他呢 田不宜越想越疑心 那你是怎么得到这条黑棒的呢 嗯 张小凡是不敢担高头 怕着被田不宜 看到自己面上的表情 他本来的人就不够机灵 现在被人一逼 当同朝急万分 创绝之间 怎么都想不到什么借口 去解释 或者想到什么事情 去堂塞过去 所谓人老精的鬼佬灵 何况田不宜 虽然几百岁的年纪 但是还没老到糊涂 不过 他做的手作 当然也都是个眉睁眼睛 精明知己的人 一见这个词尔 马上大开声说 恐 张小凡给他一客 哇 那些冷汗就当同飙了出来 心头一阵气挑 不敢再隐瞒了 终于将当日的情形 大致说出来 不过其中 说到嘴边 还将有关细血珠的事情 硬强弯回头 因为你一说到细血珠 事必师父会问你 你那粒珠是怎么得来的 问得两文 就会牵扯出普智和尚的了 所以 他只是说 当日在深谷之中 他见到那条黑棒 一时好奇心起 将它拿起 结果黑棒 就将它精血吸出来 其实就不是那条黑棒吸 是那粒细血珠吸出去精血 同时 他就感到很吐心 想吐吐 然后就昏了过去 在昏迷之前 他隐隐约约 见到那条黑棒 将它精血吸进去 融入了棒身 说完之后 张小凡倒下头 再也不敢担高 不敢望田不宜 但是田不宜这个时候 他也都没望到张小凡 反而皱伸眉头在那里寻思 老产这个人 本身是苏头苏脑 看起来都篇不出过这样的故事 他这样就不像说大话 而且 这些这样的法宝 这些这么奇异的异能 也都不是他可以偏造出来的 但是 这一件这么奇异的法宝 连自己都第一次听说而已 事实际上 到底有什么 可以跟黑棒有点相似呢 恐怕 就只在千年前 魔教大孔之物 小血珠 才可以跟黑棒有点相比 但是很明显 但是很明显 小血珠是个圆珠 这条黑棒是条棒 棒和珠根本不相同 嗯 怎么好呢 怎么好呢 嗯 独三 起床先 张小凡认了一声 站起身 但是依然跌低头 站在旁边 虽然 你一说出这些黑棒 什么来历 但是听你这么说 这件法宝 跟你有血气相连 应该是血练之物 师父啊 什么叫做血练之物啊 嗯 你不知道就算 我问你什么 你好好答 是啦 是 就算那条黑棒 是当世奇异的法宝 但是无论如何 你都要修炼到太极原清道 欲清境第四层的境界 才可以学到 拘用法宝的本事 张小凡一听这句话 当堂面试一变 当日在通天风我问过你 今天我再问你一次 究竟是谁私下传授了口诀给你 张小凡听到当同 整身一阵 他知道自己这个时候 为那条不知是哪里的黑棒 已经是背上了一个大麻烦了 如果再加上狮子收集口诀的事 恐怕等待自己的惩罚就更加无法想象 但是 难道自己真的说出来 他眼前 仿佛飘过田凌仪的身影 少年的时候 他带着自己上山斩足 在雨夜之中 孤灯旁边 他温柔地望着自己 就算是那晚一刻 他搏在自己身上哭的时候 他那一阵 淡淡的 但是很好闻的香气 自己都是记得这么清晰 他啪一声 又一次跪低 重重地扣了几个头 但是 再没说一个字 一个字都没说 他扑在地上 踹低头 动都不动 受伤过后 他的身体 更加显得消瘦 但是他又多了一份的坚强 看上来 也更加凄凉 田不宜望着这个兽弱 但是又挖强 看上去又这么凄凉的小徒弟 过了一阵 忽然间长长地叹一口气 你起床啊 跟我去统田峰 只愿你有没有命回来 就要看你自己的魂杀了 没多久之后 在通田峰的玉清殿前 清云门七墨的手座 大家看着 那个跪在堂下的少年 听完他 将一切的经过 讲完出来之后 杜源真人叹一口气 对其他的手座问 各位 刚才小帆说的说话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众人一片沉默 忽然间 仓虫道人说 你这个人的说话 绝不可信 跪在地下的张小帆 整身不禁震一震 杜源真人 皱一皱眉头说 苍虫师弟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苍虫道人 看了张小帆一眼 血连之术 阴邪恶毒 如果不是有魔教 妖人指点他 他又怎么会有 这样的见识 这样的法力 来练就这件法宝 我说这个人 必定是魔教奸细 不能遥过他性命 其他人都没出声 但是田不宜面色一寒 他说 如果他真的 好像你这样说 处心积累 潜入我清云门下 又怎么会 特意在众目 陪陪之下 施转这件法宝呢 苍虫兄的声音说 魔教妖人 本身他们做事 就难以喘毒 这些人居心险恶 做了些古怪的事情 白烛为奇 田不宜听到 感觉火滚了 你是牵强夫 强词 强词 你 苍虫到人冷冷的嘛 我强词 你 请问田师兄 你中阴强词 你中阴强词的血练之术 血练之术 我们正派中人 吃不吃呢 你 田不宜一时间 答不到他这句话 当同面都谷得红了 就是这个时候 小竹风的手座水月大师 非常开口 请问苍虫师兄 你口口声声说 血练之术 阴邪恶 阴邪恶毒 请问一句 他到底怎么样阴邪 怎么样恶毒 就是 苍虫道人 刚刚开口 疼疼疼 他只说 魔教妖术 誓物多讲 肯定都不是什么好事 这样说 苍虫师兄对血练之法 也都一无所知 那为什么 就是以为 你一路血练之法 一定是阴邪恶毒 也一定要杀了这个少年 苍虫道人 盯着水月大师 他气势逼人 目光继继 水月师妹 你敢说 是什么意思 各位师兄 这件事 一来 我们对血练之法 所知不多 虽然听过 但是 很多都是犬策 来的 万一血练之法 真是有 这么巧的事情 那我们 豈不是错杀好人 这个少年 刚刚才十六岁 而且身世来历 又清楚明白 硬要说 他是魔教中人 只怕 愚离不合 苍虫道人 不由得 眉上眼 上眼之中 他又露出 非常尖锐的光芒 问 水月师妹 为什么今天一反常态 这么俗力 为这个少年 讲说话 真是出奇之极吧 水月售美的面容上 有一丝奴意一闪而过 他说 我是就事论事 我不似得有些人 一看到 其他一幕之中 出了人才 竟然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于是 抓住小事 就要赶尽杀绝 毫无人声 如果论到 延迟西利 在座这七个人之中 虽然有六个男子 不过没有一个人 可以避得上水月大师 苍虫道人 听他这样一说 嘻 激得面色都白了 拾一声起身 道完真人 一见到他们又要吵架了 马上就插口说 好了好了 讲得好地地的嘛 为什么又要吵起上身呢 坐翻地 坐翻地 苍虫道人 哼一声 终于好不分气地坐翻地 反而水月大师 他就一面若无其事 端端正正地 坐正在自己的位置之上 道完真人 拧拧头 转向其他人说 各位 大家的意思又怎样呢 其他角脈的手座沉默了一阵 风梅风的增肃上就说 掌门 我以为水月师妹讲得有道理 你的少年耐力清白 入门之后又从未落山 恐怕机缘巧合得进这件宝贝 这反而是我们清云之福 接着 落霞峰的天文道人 就是同意苍蟲的看法 最后 剩下个潮阳峰的手座 雙正良 他看看田不易 又看看苍蟲道人 最后 再网上道完真人尋淫 之后就说 我仍是以为 水月师妹讲得有道理 田不易一听 当堂面声一松 仓从道人哄一声 道完真人就说 大家都讲了啦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小凡 起床啦 张小凡震一震 担高头 看看师父 和各位专长 终于 慢慢地站起身 各位 如果之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 解画猪仙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 发现 萧鼎先生这部猪仙 其实 他的基本套路 和以往的武俠小说 可以说 始终都是一脈相省 首先在江湖上 武林的门派 必定会分为 正派和邪派 就算在这个修仙念度的世界 同样也有先摩之别 正邪之分 于是正派的人 武功一定光明正大 为人一定要行合仗义 而邪派中人 武功往往鬼秘难测 行事往往凶狠狡猾 但是 不需要多久 这个黑白分明的世界 马上就会被颠覆 在正道之中 往往也有些心怀邪恶的人 在那里大搞阴谋 而在魔道之中 也有些心存善良的人 一心行善 但又不为人所理解 于是 跟着又会发生 很多恩怨仇杀的故事 而其中 肯定要穿插的一条主线 就是某一个合道少年 肯定 在不经不觉之间 肯定会和魔教的女子 相恋起身 但是 他们的恋情 因为两派人马所不容 于是两个人 就往往会上显一场 好像罗密欧与朱丽叶 那样 妻美朱伦的爱情故事 这些这样的套路 在很多部成功 又或者是失败的武俠小说里面 都已经重复过很多次 为什么萧鼎先生 拿着这个套路 在朱仙这部小说里面 重新再演绎一次的时候 他依然可以打动这么多的人 感动这么多的人 我想 是他将神魔斗法 想象得更加奇诡精彩之外 最重要的 是他将朱仙里面的爱情 写得更加真挚 也更加动人 不信 继续听下去 或者慢慢 你也会体会得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